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支起的 然后呢我们这个小衣服呢 它就是说大小呢比较适合两到三岁的宝宝来穿 颜色呢你可以自己随意搭配 这个绿颜色呢比较适合这个小男孩来穿 非常的萌 非常的可爱 好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用到的工具 用这个10号的棒针四根 然后呢就是说用这个 这个寄航器 还有就是说防脱帽 还有这个 机号扣若干个 还有就是这个 勾针用来藏线尾 最后呢就是说我们再准备一个 大眼针就行了 今天呢我们没有拿到现场 所以呢就不给姐妹们演示了 还有一根大眼针需要准备 好 接下来我们来正式织一下这款小衣服 两到三岁的宝宝起针呢 就是说大概就是说起86针就可以了 今天呢我们就还是按照这个 两岁宝宝穿的这样一个大小来织 起针起86针 我们来起一下针 我们开始起针 我们用这个白色线 这样挽一个线圈 把线拉过来 这样形成一个线圈就可以了 然后呢把它拉小一点 所以开始呢用两根磅针来起针就行了 第一根磅针穿进去 拉小 然后呢第二根磅针呢 也穿到这个线圈里面去 然后呢我们就织一针 普通的正针 挑过来 这个时候大家看一下 两个磅针上面呢 分别有一个线圈 然后接下来姐妹们要注意了 我们要在这个左磅针上面 就是左手拿的这个磅针上面 搭一下 然后呢把锁磅针转移到前面来 然后呢我们再从右磅针上面再搭一下 同时呢让右磅针把这个 搭的这个线圈挑过来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就起好完整的一针了 呃接下来我们还有另一个方法起针 搭线 转针转到前面来 然后再搭线 然后呢挑过来又起好一针 然后呢搭线转到前面来 搭线然后呢 挑出来就行了 大家看一下 转到前面来再搭线 挑出来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呢 起针 起好我们所需要的86针就可以了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起针呢 呃用这种方法起针的话 就是说它这个边 大家看一下 它是呈现这个小辫子的这样一个边 它比较好看 所以呢我们选择了这种起针方法 姐妹们再看一下 先从左磅针上面搭线 左磅针转移到前面 再从右磅针上面搭线 然后呢 右磅针把这个线圈挑过来就行了 然后还是按照这个方法 搭线 转移到前面来 再搭线 挑过来 就完成了 这个左磅针上面的每一个线圈 就是我们 呃织好的一针 起好的一针 每一个线圈就是一针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呢 起好我们所需要的86针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针数呢 起好了 就是说这个左磅针上面呢 现在就是说 总共呢 就是它是起好了85针 然后呢 起好这85针以后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第86针 还在右磅针上面 我们就直接这样挂回来 挂上它就可以了 就是作为第86针就行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86针就起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织了 呃再织呢 是第一行 从第一行开始呢 我们就要用这个寄行器了 因为寄行器它比较大 针比较细 所以呢 我们在尾端呢 用一个这样的小的防托帽 给它挡住它就可以了 我们拧到01上面 再织呢 是第一行 我们从第一行开始呢 就是说要连续的 支 十行的 正针 十行的正针 呃第一行 第一针呢 我们就是给它 支成正针就行了 不用挑下来 从第二行开始呢 我们每一行的第一针 都要给它 反挑下来 不支的 好 接下来姐妹们先跟着我呢 把第一行 这一行的正针 给它支好 一会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行 呃 这个第一针呢 是怎样挑下来的 我们先把第一行的 呃 这些正针呢 全部支好 都是正针的一个支法 这是第一行的支法 好 我们这个第一行 这一整行的正针 就给它支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支呢 是第二行 我们把寄行器呢 一定要不要忘记 给它拧到02上面 刚才说过了 从第二行开始 第一针就比较特殊了 我们就直接给它挑下来 反挑下来 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针绕到线的下方 然后这样给它 把第一针挑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把线绕到后面去 再支正针 后面就开始支正针 就行了 一整行的正针 呃 从第二行开始 一直到第十行 呃 第一针呢 都要给它这样挑下来 不支的 姐妹们把这一点规律 给它记好 然后接下来 姐妹们就跟着我呢 呃 把这个 前十行的正针 都给它支好 现在我们这是第二行 一直知道第十行的 第十行的正针支完 接下来呢 我们再支下面的部分 都是正针的支法 没有什么特殊的 前面十行都是正针 姐妹们跟着我呢 来支一下 好了 我们支好了 十行的正针 这十行的正针 就是说 作为这个领子的 这一部分存在的 就是我们 呃 这小衣服上面 有一个白色的领子 就是这一部分 给它支好的 支好以后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领子 这一部分的86针 给它分针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衣服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分出两个前片 还有的就是说 两个袖子 还有就是这个 一个后片 都要给它分出来 分好针以后呢 我们才可以 就是说 在每两个部分中间的 呃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给它 慢慢的给它加针 慢慢的给它加针 支出后面的部分来 所以呢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针呢 给它分好 那么我们怎样分针呢 这个衣服的中间呢 有一个六针的门巾 这六针门巾呢 是我们织好衣服以后呢 再格外织上去的 所以呢 我们开始起的那86针里面 并没有包括这六针的 所以我们要让最开始的86针 加上六针 然后再分出两个前片 两个袖子 和一个后片的这个针数来 呃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这样说 呃 给大家说明白以后呢 我们再来进行分针 呃 我们让我们86针 先加上我们虚拟的那个六针的门巾 就是说总共是92针 让92针呢 我们给它除以4 平均分 分成4份 呃 也就是说每一份是23针 23针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呃 前片23针 后片23针 两个袖子呢 各是23针 如果是这样分的话 呃 姐妹妹看一下我们这个样衣 也就是说两个袖子是无所谓的 他就是说可以是23针 后片也无所谓 但是我们这前片 姐妹们看一下 我们要把23针呢 平均分成两份 23针怎么来分呢 就没有办法分 所以呢 我们要想一个办法 呃 怎么样这让这个呃 前片变成一个双数 变成双数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平均来分 呃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就是说从哪里借一针呢 我们就是说呃 一般情况下就是说从袖子 两个袖子的地方 解针 呃 我们不能说只向一个袖子解针 就是说只能是两个袖子都给他抽出一针来 让两个袖子呢 都给他变成22针 让两个袖子从23针都变成22针 给后片一针变成24针 给前片一针呢 变成24针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地方分针的时候 他主要就是说照顾到这个前片 因为这个前片要平均分成两份的 就是说要 而且要平均分开才可以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是说让总的针数呢 除以4呃 每一份都是相同的就可以了 但是为了照顾前片 能够很好的平均 给他分成两份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给他变成一个双数针 才可以平均分开 也就是说呢 我们让总的针数除以4以后呢 呃 一定要是一个双数才可以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前片呢 才可以给他平均分开 呃 分成左前片和右前片 分成相同的针数 才可以 只有这样分才可以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前片和后片呢 一定要保持一致 就是说都要给他多匀 出一针来才可以 这样才可以 呃 两个袖子呢 也才能够正好是一样的针数 这样的话呢 两个前片加在一起呢 我们分好以后呢 他就是说是24针 中间呢 就是包括这6针的门金 在内的 就是整个的这一个前片呢 是24针 24针 包括中间这6针的门金 在内的这一点呢 大家不要忘记 呃 前片就是24针 呃 这样我们就分好了 然后呢 后片也是24针 然后呢 两个袖子呢 呃 就变成了22针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针数就分好了 分好以后呢 我们再具体说一下 这个前片 呃 我们这24针是包括中间的6针的门金的 那么我们在呃 这6针门金呢 之前也说过 它并不是说在86针以内的 所以呢 我们让这个24针呢 减去这6针的门金 剩下了18针 18针的话呢 这一片就是9针 这一片就是9针 然后呢 就是说 呃 两呃 两个前片都是9针 就给它分好了 两个袖子呢 是22针 然后呢 一个后片 是24针 这样的话呢 我们那86针 就算彻底给它分好了 大家再来看一下 我们要把这86针呢 给它分好 我们给它做出标记来 我们先数出9针来 就是作为一个前片 呃 后面呢 做好标记 然后呢 我们再数出一个袖子的22针来 再做好标记 这样的话呢 我们方便我们后以后呢 来织 我们先给它做一下标记 246 224 6 8 9 好 我们在第9针后面 做一下标记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呢 这9针呢 是作为一个 左前片也行 右前片也行 再数出22针来 作为一个袖子 好 我们在22针后面 再做下标记 数出了一个袖子 然后呢 数出24针来 是作为一个后片 好 在24针后面 做下标记 是作为一个后片存在的 然后呢 再数出22针 是另外一个袖子 好 然后做一下标记 然后呢 后面呢 是剩下了9针 是另外一个前片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86针就分好了 分好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接着往下面织 再织呢 我们就要换成绿颜色的线了 就是说我们 不用白颜色线了 大家再看一下 我们这个衣服的领子 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领子 它是一个圆形的 就是说 如果就是说 我们那个 按照以往的织法织的话 我们这领子呢 它是呈现出一个方形的 今天呢 我们要把这领子呢 给制成这样的一个 圆形的这样一个形状 那么我们怎样来织呢 它这个 这儿的织法呢 就有一些 变化 就是和以前的织法 就不一样了 所以姐妹们 在织这领子的时候呢 要格外的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 是如何把这领子 这个圆形的这个领子 这个地方 是怎样来织出来的 我们来织一下 它这个领子 其实也是比较好织的 就是说我们 为了把这个圆形的领子 给织出来呢 我们就是说 要空出几针来 然后呢 再慢慢的给它织上 不是说一下子 给它织起来的 就是慢慢的给它织上 就会出现这个圆领 我们来织一下 也就是说呢 我们先把 我们就是说 把前面六针 我们数出六针来 数出六针 数出六针来 就是把这六针呢 我们要给它 慢慢的 分批的给它织上去 并不是说 一下子织上去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达到 我们想要的那个效果 可能这样说的 姐妹们也听不太懂 一会我们织的时候呢 姐妹们可以细看一下 好 那么一会我们再织的时候呢 就是说 呃 我们要把那个呃 前面六针呢 给它挑下去 然后呢 再慢慢的把这六针 织起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圆领就出现了 这个地方呢 就给姐妹们说到这里 接下来给姐妹们说一下 我们做记号扣的这个地方 我们是用来加针的 我们在哪里加针呢 大家看一下 这是记号扣 这边是钱片 这边是那个袖子 我们就是说在记号扣的呃 右边这一针 还有记号扣的 我们用这个呃 勾针呢 给大家指着看一下 这是记号扣呃 右边紧挨的这一针 然后呢 这是记号扣左边紧挨的这一针 这两针呢 是永远不会发生变化 呃 每次都是在这两针的 左右两侧来加针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记号扣呢 把这个这两针给它扣起来 把这两针作为一个整体 以后呢 我们加针呢 就是在这个 这两针的左右两侧来加针就行了 大家把这一点记住 也就是这个是前片 这个呢 是袖子 然后呢 在这个呃 前片的最后一针的前面 加针 然后呢 就是说在袖子的第一针的后面 加针就行了 大家一会呢 我们在织的时候 姐妹们来细看一下 我们先把前面六针呢 给它调下来 然后白线呢 也就用不到了 我们就给它剪断 因为接下来呢 我们要用这个绿颜色来 呃 绿颜色的线来织 我们再织呢 是第十一行 从第十一行开始呢 我们就是单数行是正针 双数行是反针了 呃 十一行是单数行 所以整行都是正针 我们先把这前面六针呢 给它这样调下来 前面六针给它调下来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织 第七针 从第七针的这个地方开始织 用绿颜色线来织 织正针就行了 我们把这几条扣呢 最好呢 给它扣起来 不然的话 它容易掉的 掉的话以后呢 你还得重新再数 我们开始织 第一针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第七针的这个地方 我们要把这绿颜色线呢 给它带入 呃 我们这一侧 给它流出了六针 然后呢 最后后面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要给它流出六针的 同样是前片 所以都要流出六针来 第七针织好 第八针呢 也是一针的正针 每这一针呢 我们就把这线尾呢 给它这样压一下 为的就是说 把这线尾给它固定住 而且呢 就是也织在里面了 最后就不用藏了 第八针织好 织好以后呢 这是第九针了 我们要在第九针的前面 加针 大家看一下我们加针的地方 就是说在 呃 最后一针的前面 加针 第九针是作为 前片的最后一针 我们在它前面呢 给它加上一针 然后呢 把第九针 再给它织起来 加好一针以后呢 我们再把第九针织起来 最后一针织起来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作为袖子的那个地方 第一针呢 我们给它织起来 第一针织起来 然后在第一针后面呢 我们再给它加上一针 在第一针后面 我们再给它加上一针 也就是说呢 我们把 这个 呃 前片的最后一针 和袖子的第一针呢 作为了一个整体 每次就是说在这两针 左右两侧 加针就行了 我们把后面这点针数织好 都是正针的一个织法 直到下一个做记号标记的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加针 其实都是一样的 呃 每次呢 我们都是在做记号扣的那个地方 加针就行了 只不过呢 就是说 嗯 并不是在紧紧挨着记号扣的地方 加针 我们要把 就是说把紧挨着记号扣的 左右两侧的那两针呢 把它空出来 在那两针的 所有两侧 再加针 不知道我这样说呢 姐妹们 姐妹们有没有明白 姐妹们再看一下 后面应该就会明白了 这是袖子的那22针 这是做记号扣的这个地方 我们把前面这一针织好 好了 呃 再织呢 是第二十二针 我们要在这第二十二针 这最后一针的前面 加上一针 也就是在记号扣挨着的 呃 这一针前面 加针 把这一针织好 然后呢 记号扣我们先暂时拿掉 然后呢 这一片是后片 我们把后片第一针织起来 然后呢 在第一针后面呢 我们再给它 加上一针 我们把这两针呢 给它扣起来 也就是说呢 我们把这个呃 袖子的最后一针 和后片第一针 扣起来 以后呢 也就是在这两针的 所有两侧 加针就行了 和前面一样 在这两针的 所有两侧 加针 我们就给它加上一针 我们就给它加上一针 然后呢 再把后面织起来 然后直到下一个记号扣的地方的时候呢 也是在记号扣 呃 所有两针的 所有两侧 加针 呃 我们一会儿呢 在做标记的时候呢 就都把那个呃 最后一针和第一针 那两针 给它扣在一起 然后呢 把这两针 作为一个整体 以后就都是在这 呃 两针 左右 加针就行了 这样的话呢 会更加的明显一点 我们先把后片的 这条针数织好 都是正针的一个织法 直到做记号扣的这个地方 记号扣前面这一针 不变 在前面这一针的前面 加好一针 把这一针织起来 然后呢 先拿到记号扣 然后这个又是袖子了 我们再把袖子的第一针 织起来 然后呢 再给它加上一针 我们先把这两针 给它扣起来 也就是说 把那个后片的 最后一针 和这个袖子的第一针 这两针 作为一个整体扣起来 以后就是在它 左右两侧加针就行了 然后呢 我们给它加上一针 刚才呢 没有加针呢 我们先给它加上一针 然后呢 再把后面的帧数织起来 这是我们的 另外一个袖子 22针 我们之前的都 给它做好标记了 也就是说 我们加针呢 再一次强调一下 它就是在做记号 在那个 做记号标记的 那个地方 做记号扣的 所有两侧 那两针不变 在那两针的 所有两侧 再加针 已经重复好几遍了 我相信姐妹们应该明白了 我们把前面这一针织好 前面这一针织好 然后呢 到了记号扣前面这一针了 不变 先给它加上一针 然后再把前面这一针织起来 正常织起来 就行了 记号扣拿掉 然后呢 另外一个前片 我们把第一针织起来 然后在第一针后面 再加针 同样的方法 我们把第一针和 这个袖子的最后一针扣起来 把这两针扣起来 作为一个整体 以后加针呢 就是在它左右两侧来加 这两针左右两侧来加就行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都做好标记了 然后呢 给它加上一针 给它加上一针 然后呢 再把后边的针数呢 给它织起来 我们这边呢 大家看一下 是给它流出了六针 然后呢 我们这个前片 也要给它甩出六针了 甩出六针来 四六 然后呢 把前面两针 给它织起来 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这六针呢 就把它先甩开 先不要管它 接下来 我们就直接 反过来 接着织第十二行 就可以了 我们第十二行 在织的时候 它就是说是 一整行的反针 因为之前 跟姐妹们说过 从第十一行开始呢 我们大致的规律 就是单数行 就织一整行的正针 双数行呢 就织一整行的反针 第十二行呢 我们就是说 织这样的一行 反针就可以了 包括就是说 我们加针的 那个部分 都织成反针 前面的六针呢 我们就先都不要管它 就直接还是这样 待着就可以了 然后呢 姐妹们跟着我呢 来织一下 第一针呢 我们给它挑下来 不织 然后呢 后边呢 就都是 反针的一个织法 这是我们第十二行的 一个织法 这是我们加的那一针 加的这一针呢 就直接呢 用针这样挑下来 直接织 反针就行了 没有什么特殊的 这一整行 就都是反针的 一个织法 包括我们加的那几针呢 都这样 用 普通的这个 反针的针法 给它织起来就行了 我们把这一整行织好 双数行呢 我们是不加针的 只有在单数行的时候呢 我们才加针 姐妹们跟着我呢 把第十二行的这一行 反针 给它织好 我们这个视频呢 是我们东西暖阳旗舰店 所出的 姐妹们有任何的编织问题 像这个旗针呢 分针呢 或者是说这个 长度啊 等等的任何问题呢 姐妹们可以去我们店铺里面 去询问我们的客服 或者是说 加入我们的客服群 我们在群里面共同探讨一下 或者是说加入我的私人微信 或者在我们的微博微信上 给我们留言 都行 相关的联系方式呢 在每一集最开始的部分呢 都有显示的 姐妹们可以去关注一下 还有就是说 如果姐妹们想要 买线的话呢 可以去两个店铺 一个店铺就是 东日暖阳旗舰店 另外一个店铺就是 涓涓编织 那么 涓涓编织这个小店呢 就是更侧重于那个材料包 就是说如果姐妹们想 呃 那个 更 方便的购买的材料包的 姐妹们可以去 就先编织这个小店里面去看一下 呃 那里面的材料包呢 设置比较齐全 购买起来呢 非常的方便 呃 如果姐妹们喜欢我的这个视频的话呢 可以在 呃 视频的下方点击订阅 呃 订阅我们的视频 这样的话呢 我们信 呃 我们的视频一旦更新的话呢 就马上会有信息通知你们的 好了姐妹们跟着我呢 把这个第12行 这一行的反针 都给它织好 那么第13行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 接着加针 而且呢 就是说 呃 所有两侧呢 那6针的部分呢 就要给它织上 一部分了 姐妹们跟着我呢 先把第12行的这一行反针织好 以后呢 我们这会慢慢的加针 慢慢的加针 针数越来越多 那怎么办呢 就是可能一根针的话呢 就放不开了 我们就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